进入佛门 先要受三规 现在的三规都是有名无识 做个仪式 没有实质 我修佛 早年那时候 还没有真实入佛门 没有受三规之前 我认识张家大师 大师告诉我 佛法重实质不重行实 行实不重要 实质重要 你的真感 那么换一句话说 三规我行实可以不必输 我真做到了 我懂得三规是什么 规是回头 一是依靠 从哪里回头呢 从迷惑颠倒回头 一什么呢 一觉 这叫鬼佛了 你真做到了 你真鬼了 佛承认了 世间人不承认没关系 佛承认了 佛是认真 不认真 不认假了 所以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我听说 有人 在大陆 用我的名义 还印上我的照片 我写的一些字 印在皈依镇上 印在书上 内容完全不是 有人问 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这样做 可以能够号召一些人来 那我在此地 要告诉大家 千万别上当 灾难来了 说皈依了 就不造灾难 没这回事情 皈依是形式 哪有形式 能够保佑你 不造灾难 这都理上讲不通 千万别上当 要真正皈依 你看六足谈尽 慧能大使 拘离我们现在 1300年 1300年前 他传皈依 就不识假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神 不是这个说法 谭经上告诉我们的 他所用的皈依词 是皈依觉 皈依正 皈依尽 我初学佛的时候 看到这些文字 我就想 1300年 那个时候 佛教在中国 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 为什么不用 佛法身 而用九正经 肯定 一般人 把佛法身 错解了 认为 认为 归于佛 尼苏莫雕的佛 你归于他 所以尼菩萨过后 自身难保 他怎么能保佑你 哪有这个道理 所以会已产生这种误会了 传得太久了 里面就有很多人错解了 所以六祖 所以六祖把它修正过来 归于佛 然后再解释 佛这佛也 佛是佛的意思 而且佛的圆满 圆满佛 这叫佛 不至于错了意思 你要真正觉悟了 你就不会走在那 你就能够破米开悟 就能离苦的路 这是真正皈依 千万不要搞错 归于佛 佛是今天 你怎么归于佛 要认真去学习 你才真正依靠 你要不懂经里面的意思 天天念它 没有吗 天天念经 解决不了问题 你要明白它到底 知道它讲的什么 依照这些理论去做 观用 早年我在台湾 这大概有20多年前 台湾又在那 佛教会发起 做人亡护国法会 怎么会做法 找一百个出家人 一百个和尚 每一天念一部 人亡护国经 发会七天 这行吗 人亡护国经里头 确确实实 是教你 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社会有灾难的时候 教你用什么方法去救 今天你讲的心 你光念不做 没用啊 所以我也碰到这个音源 我就讲这部剧 时间不长吗 讲大意 好像我是 一平时两个小时 我编了一个标记 七八天 把这个大意 讲完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的不善的心 改成纯净纯善的心 不善的行为 改成好的行为 这样才能够 化解灾难 不是念的 念没有用啊 要明理 要一教封信 你看看美国 布莱登博斯 提到化解2012 玛雅玉隐的灾难 人家说了三庄四庆 那真对啊 佛也是这么说 怎么化解灾难呢 第一个 弃物扬善 就是佛经上所讲的 断物修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改写归正 第三个 端正心念 我们的念头 贪嗔痴慢意 错误的 把它改过来 不贪 不沉 不迟 不傲慢 不怀疑 这样才能够 化解灾难了 这不动于不是念的 是叫你做的 认真 努力去做 灾难 自然化掉了 自然化掉了 不过来 我 不过来 不过来 我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